全智龙最近不是去了一趟香港吗 却引发了网上模仿潮 大家都在模仿全智龙穿着Chanel 用丝巾包头的造型 手脚无处安放的样子 有人说像极了奶奶大姑出街时候的样子 也有人说原来全智龙家也有包米地吗 香奈尔可能做梦也没想到 第一次在网上会以这样的方式出场 说到Chanel其实不止全智龙 像我们经常看到的还有田查 文婿、王一博、景博然、陈伟廷等等 甚至私底下我们发现身边很多时髦的男生 也都会买他们的外套来搭配 那为何不生产男装的Chanel 又如何让男生趋之若鹜呢 说到底还是因为它也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再次 从香奈尔这个传奇女士的故事开始说起了 要了解人家的成功 我们就得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开始 这位女士是传奇 但是穷也真的是穷 因为香奈尔女士一直是极力掩饰自己的出身的 所以我们也只能根据资料去得到一些分析 大概在1883到1893年期间 这也是算动荡和战争的年代 这时候香奈尔女士在法国出生了 她爸是一个旅行商人 为了卖东西他们家就得经常旅行 而她妈妈在她12岁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 然后她爸爸就把他们全都抛弃了 说实话爸爸蛮差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导致香奈尔女士 也像是在游戏人间 做情妇 各种谈恋爱 后来的她就被送到孤儿院度过了6年到成年 但是恰恰在孤儿院她学会了缝纫 成年后香奈尔就离开了孤儿院 到服装店里当裁缝助手 空闲的时间就给军官们缝缝裤裤子 这样的场合确实能让她认识到很多名流 加上香奈尔长得又美 后来她就认识了一位企业家 法国面料商爱提安巴桑 Dian Bowson 并且成了人家情妇 一做就做了9年 9年人家也没闲着 看到了富人们奢华的生活 也很好地建立了人脉关系 而后她认识了巴桑的朋友 英国工业家阿瑟卡伯 Arthur Edward Boy K.Pell 还谈了恋爱 虽然关系有点乱 但是人家对她是真的好 巴桑帮香奈尔仔 巴黎康鹏揭开了第一家店 后来店铺搬到了31号 这也称Chanel的总店 当时做帽子为主 卡伯帮她在法国多维尔 也叫杜维埃 开了一家流行女装店 至此香奈尔女士的事业 非一半开启了 这个起飞也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环境 繁琐的衣着束缚的女性 香奈尔提出就是极简又实用 加上当时一战爆发 名人加持 香奈尔就踩到点上了 开始在法国精英阶层大受欢迎 在香奈尔的设计里 她就一直延续着 喜欢将女性与男性融合到一起 这种灵感还是来自于 她当时的情人 威斯敏斯特公爵当时所穿的西装 她喜欢从她个人生活中获取灵感 而孤儿院的童年 也是导致香奈尔美学的形成 她喜欢为她的情人设计定制西装 所以在她的设计历史里 就一直有男性的一面 而香奈尔女士也在杂志上说过 简单就是所有真正的优雅的基调 香奈尔的设计 永远保持简单和舒适的风格 也许正是这种永恒不变的基调 也一直引领着审美 当然男生也不例外 香奈尔女士一生极其精彩 据说跟她恋爱的就不下三十人 要么是企业家皇室贵族 要么就是艺术家运动员 也许正是企业家皇室贵族